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解答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黑頭、粉刺、賀爾蒙瘡 肌膚好像很暗淡、很累 沒有光澤、沒有光彩 其實是關於春天濕重、空氣很骯髒的時間 肌膚就會有這些問題 今天介紹一個產品 解決了剛才這麼複雜的問題 它是什麼呢? 就是Namawi的鮮麥飄 這個鮮麥飄飄很好 我喜歡它的頭就是 倒出來容易控制的粉 就不知平時那些是一個硬 一個圓形硬 這個就比較容易倒出來 裡面的成份有些什麼? 就是摩洛哥、鈴吐、芙蓉花、小球草、硫黄、銀 以及木瓜烤素 以上的成份 其實大肚婆、敏感肌膚都可以用的 硫黄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回鄉下去日本浸溫泉的時候都很喜歡 很向往 可以改善濕疹、敏感肌膚 可以有一個愈合 而且銀亦都可以抗炎 有些荷爾蒙瘡、豆豆的問題都可以用的 它亦都可以做面膜和磨砂多功能 我最喜歡它用的時候就是落水那一刻 一落花水它就炸一聲 會有少少泡 那些泡就好像著氧面膜 平時那樣 一用完敷完之後一過水 你會見到幾乎很有光澤、很有光彩 再加上它的木瓜烤素 可以幫你吸收所有的髒東西 還有一些角質層 吸收了它們 就會改善到黑頭和粉刺的問題 另外它可以做一個磨砂的 譬如你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 加上它們的魚美人這個潔面油也可以 或者其他你自己洗臉的產品都可以 我最喜歡它敷的時候 就是粉紫色和粉紅色的狀態之後 你會見到它的礦物就開始5至10分鐘左右 會開始乾乾地變了灰灰的 就是裡面有一個硫磺的成分 適合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 敏感肌膚都可以用到的角質產品 其實Namari是根據一本哥巴黏 碎色的美容石頭所研發出來的 所以是色香味俱全 今天跟大家示範這個 這個就是用Namari的產品 製造一個鮮麗飄飄的面膜 我想加強的補水 所以我加了魚美人 奶油多多和活米中下噴好一齊 其實混合完之後 你會見到一些泡泡的 就是一串氧 好像裡面有一些很大量很大量的氧氣泡泡 加完水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跟剛才粉末有些不同 摩洛哥黏肚 小球掃可以幫我們吸走一些髒物 黑頭粉刺 硫黄和銀可以幫我們排毒和抗炎 還有木瓜酵素可以幫我們 好像變得雞蛋一樣 又白又滑 芙蓉花可以幫我們抗氧花 一星期可以做一至兩次 可以幫肌膚排毒 吸走黑頭 還有令肌膚又白又滑 到快